好兄弟们就是这把新出的武器 175级的龙宫 175级 修炼21然后宠修没有满 辅助技能 强装神素没有满 四门技能166 然后武器造型160 成品的话是仙族的话是1037 魔族的话能归1040 历代双家 仙族的武装 花火山 灵魔城都不会再减伤害了 反正160的武器你未必能买到这么好的 专用的话从头开始的话就有点难 因为你1到16段宝石 起码要打到15段 神器也要洗 然后还要化剩 所以这把武器吧 就稍微有点鸡肋 但是呢也算是达标了 打花神啥的 寻熊啥的是肯定够了 复战的话也还对付吧 老板你 是不是因为武器没有耐久了 想打一把新的武器换着戴一戴 结果不小心就出小神器了 还记得这把武器的原神吗 兄弟们 这把武器的原神是480伤害 480伤害没双加 一把出的专用 480的白板打出了718627 这个我朋友看系数报了多少 用627除以个480 应该是1.4几了 1.30 这他妈490的原神起飞了 490也不行 总买成一个1.3 650 系统给你一次发财的机会 自己没有把握住 系统要送给你一个保时捷 你领取了一个仲态 仔细一看还是试驾车 二手的 这个剑荡四方是没有授绝的,很多人把剑荡四方跟军心一剑经常弄混 这剑荡四方非常的剑,加出其不意的剑,这家打图他妈的应该很好用吧 这个杀龙神应该有点意思 兄弟们我觉得第一次要不然咱们先打宝图行吗 这打不帅啊,攻击速度稍微卖的,哎呦我去一个就贼王 兄弟们来啊,我们试验一下这个剑荡四方的威力啊,剑荡四方加出其不意 第一刀2667,伤害不高,但是刚刚好工作 第二下不过龙,第三下也不特别不过龙,这个技能怎么点评呢 简直是给网易发福利 但是配合龙元宇就很够了,双龙宫来了,剑荡四方 啊兄弟们看见了吗,剑荡四方不费蓝 我这大爪子太帅了 费血但是他能吸血啊